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不仅可以通过类似于量子化的能力使出瞬间的移动 而且最后眼前变黑的可怕能力想必又是某种神秘大招吧 最重要的是它胸前摇啊摇的身姿 以及穿着满是破洞的丝袜造型 真的不是用来色游玩家的吗 这次的MGS5究竟会是一款什么样的神奇游戏呢 还是让我们期待一下好了 好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小编们又准备了哪些游戏资讯吧 游戏业界的技术地顽皮狗 自从1984年诞生以来已经整整30年了 由它出品的会计人口的游戏系列 已经让千千万万的玩家明白了游戏不仅仅是游戏 在近日放出的顽皮狗30周年纪念宣传视频中 工作室的制作人纷纷表达了自己对顽皮狗的30周年寄予 顽皮狗创始人Jason Rubin表示 在工作室创立之处 他们对顽皮狗的成功充满了信心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成功 PS4的首席设计师也表示 正是因为顽皮狗将全心全意做游戏的心情带入到了制作当中 工作室才得到了爆发性的增长 视频最后 竹创Jason以霸气的一句顽皮狗出品必属精品作为结尾 尽显业界领头羊的本色 也让我们为精益求精的顽皮狗送上一份祝福吧 另外 神秘海域寺 快一些来啊 好想玩哦 有业界冷饭第一场之称的卡普空 在近日公布了生化危机起书2的更多新情报 游戏的主角维克莱尔 他在幻雄式事件后 一直致力于对抗生化恐怖袭击 而巴瑞的女儿莫拉也是Tayla Seve的一员 在一个派对上 克莱尔和莫拉被神秘武装人员袭击 醒来就发现两人已经深陷监狱岛之中了 游戏将会回归传统的恐怖生存类型 玩家要利用手中有限的弹药逃出监狱岛 剧情还会揭示一些系列遗留的疑问 另外 本作将会采用同节方式进行每周更新 每个章节都有若干小时的流程 在每个章节的末尾都会为玩家留下悬念 与每剧如初一者 玩家可以购买数字版计票 获得全章节游玩权 而游戏的实体版将会在数字版全部章节出完之后 才会发行 这样的销售方法 对于正在恶不越狱的我来说实在是太合适了 2014东京电玩展近在眼前 各大游戏厂商纷纷开始公布自家的参展作品 BMJ也一口气公开了其他32款参展作品 全面登陆各大家用机和掌机平台 登陆官网我们就可以看到本次参展作品的清单 想必不少ACG3C玩家会激动的浑身起鸡皮疙瘩吧 其中既有偶像大师 黄海空战 灵魂能力 太古达人等BMJ旗下 看家系列的最新作 也有高达破坏者2 龙珠 海贼无双3 七宗罪等人气动漫改变作品 甚至还有综艺节目 解谜对决 抽离改变的新作 不过看小伙伴们的反应 没有SD高达系列新作和激战 天狱片 似乎让大家有些不满呢 稍安物造嘛 谁也不能保证 BMJ这次是不是又卖了什么关子呢 藏了什么王牌 对不对 好游戏 大家还怕等吗 以无以伦比的战斗节奏著称 绝对不杀敌人的正义化身 人称韦恩老爷的蝙蝠侠新作 蝙蝠侠阿康姆骑士将于2015年6月2号 登陆PlayStation和Xbox平台 但也许是因为Xbox One在日本首周销售 只有2万的缘故 日前华纳互动娱乐宣布 本作的日版游戏将只发售PS4版本 而Xbox One版本目前暂时没有消息 同时微软方面已经将日版 蝙蝠侠阿康姆骑士下架 恐怕是已经默认了这一声名了吧 所以说华纳方面此举是顺应了市场的需求 但是广大的日本粉丝们看来 是要吐血三声了 意犹未尽 不过没有关系 还可以买美版或者欧版嘛 因为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小丑先生 一共他真的是太帅了 B&J还起下经典音乐游戏太古 达人系列新作终于公开了 本作副标题为特兽 是不是由内而外透露着一股量大肉多 不不不不 是量大取多的感觉呢 特兽一词常见于日文菜单 一般表示超大分量 根据官方公开的第一波情报 本作收录曲多达100首 以玩一首歌三分钟计算 任意难度全部打一遍 需要租租五个小时 实在无愧特胜一词 简直太厚道了好吗 我已经无法按捺熊熊燃烧的 太古达人之魂了 咚咚咚咚咚咚咚 本作预定于11月20号 登陆VU平台 零售价是5627日元 铜捆专用太古控制器 售价8070日元 研磨的时候又可以和 东墙卡墙一起敲敲打打了 不过这次 真得要买一个周边太古来感受一下 这样的感觉 触摸屏敲起来不太方便 痛みが消えなくても 愛迹は絶対に消えない 想いのちあるヘギリー Black Ground Game工作室出品的 极限竞速地平線2即将面世 今日微软提前公开了本作的发行宣传片 新宣传片依旧是一场豪车的饕铁盛宴 各类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的豪车 概念车越野拉力赛车 上世纪经典款车型 低沉的咆哮着 穿过五彩编分的景观 驰骋在五花八门的赛道上 小编写着什么词 车身折射的光影呢 引擎发出的轰鸣 刹车扬起了青烟和飞尘 唯美中凑着热血 热血中还有激情 你那颗追逐速度的心 是不是也跟着激动起来了呢 游戏将于9月16号 在XBOX ONE平台推出试玩版 正式版则会在9月30号发售 废话不多说 这个是一场价 咱们抄起手柄 一起飙车去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已经精选的游戏姿势 接下来又到了一一和大家互动的时间啦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昨天节目的贴子当中 看看各位A9VG的小伙伴们 又有哪些精彩的留言吧 昨天的节目是由大力将同学为大家主持的 一直关注游戏前夜的小伙伴们一定发现了 大力最近在节目上的表现是越来越放得开了 而且还变帅了 除了抽搐式动作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求之外 还学会了卖萌 彰显TISH真汉子的可爱一面 大力将加油哦 但是 昨天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黑瑞丁同学 又挖掘了一个新话题 他说 大力蛋炒饭 大力厨子到大力水手 大力下一个阶段会进化成什么呢 大力水手 因为终于发现他的真面目了 紧接着 小小不点同学就回复说 下一个阶段是大力出奇迹的时候 没错 大力才能出奇迹 那你们是不是一天不看就浑身难受呢 我们节目的新朋友 卡津托特洛里送上祝福说 支持一下 希望节目越办越好 感谢你的支持 不知不觉 游戏前夜已经47了 因为有各位小伙伴们的支持 我们每天工作起来都是动力满满 而且和大家一起互动聊天 也很有意思啊 另外 昨天似乎某人吐槽了 我的衣服 还说是什么花仙籽套装 还有这个少年啊 同学 你居然还来补刀 身为一个老观众了 你这样真的不合适 你知道吗 我简直都要哭死了 这真的是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孰可忍 神也不认我 你们看 你们看 连小伙伴们都为我打包不平了 WHR74021413同学 发了一个大大的怒喷的表情 以表示 对这种补刀行为的不满 还留下了一句 你这是怎么个意思 仿佛让我想到了一个 标形大汉说了一句 说了一句 你想咋的 实在是够意思 以后看你们谁还敢欺负我 第三星座同学观察的好仔细啊 他发现了昨天节目中 摆着的索尼紫 而且他还希望 我穿上白羊座的黄金圣衣 吐血 真的是好者 你怎么知道我 就是白羊座呢 黄金圣衣 这个建议我是可以考虑 但是你要问一下大神一郎 他愿不愿意套自己的腰包 给我买一套呢 效果一定很不错 对不对 大家 激活他 另外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我们摆出来的 进击的巨人 调查兵团的披风呢 还有巨人背包呢 本来今天还想让某人试穿一下这件披风 扮演一下利维尔兵长 这个扮演的同时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这个是谁啊 可惜没有抓到他 下一次一定不会让他跑掉的 好了 今天的留言回复时间呢 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每条新闻的讨论 也欢迎大家关注A9危机论坛 和新浪微博 如果你也想参与节目的话 就赶快注册一个A9危机的ID吧 咦 大力将 还要有对口袋同学 在这里等着和你们互动哦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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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视频 就 impressive 你怎么能帮你把刀击 三二、一 这个啊 你别说过路过争点 还是那个帅帅的背影 neste が那帅帅的背影 连往右看 好 三 二 太中二了 你们这个真的是太没一了 给你做一了 这什么呀这是 是照相的 是照相 是我的小 干嘛你 看不见了 现在是 干嘛 很酷 很酷 一定会 准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